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喜欢 他等于是在沙滩上建立了一个权威 他难道不知道这幕后的危机吗 他当然知道幕后的危机 这是他没有办法的办法 刚才你非常说的对 习近平不会知道 不会不知道人们对他的看法 官员 我们都一起成长的同代人 我还不知道你是几斤几两吗 老百姓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 这个知识 还有信息都和以前都不一样了 和文革不一样了 难道他不知道你在搞一个玩笑式的东西吗 刚才我已经讲了 就因为这种不符合常理的东西 才能表现出他统治的有效性 这个我不再重复了 不再重复这个话题 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这时候他遇到了很多的危机 他必须用个人崇拜的办法来维持他的权力 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搞个人崇拜 吹自己吹得像神一样 多么爱民呢? 不仅是爱民 而且是英明还强大 希望人民能够崇敬他 热爱他 当然他希望达到这个目标 但这种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实现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前者 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就是说他显示了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本身就是一种威慑 让每一个人感到非常的渺小 你想这么荒诞的事情在全国十几亿人中 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畅行无阻 习近平没有两下子不强大能做到吗? 那习近平强大就得让你感到害怕吗? 这个马基亚维利他在写君王论的时候 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述 他说君王让人们爱不如让人们怕更重要 如果习近平真的认为他大搞个人崇拜 就能让人们去爱他了 就信任他了 他就不需要对民间社会进行强烈的打压了 所以他一般造神和杀人是同时要进行的 而且这一点是更明显的表现在习近平的身上 就是造神和杀人 杀人我是指用非常强的手段来控制社会和打击自己的政敌 整肃自己的政敌 就是造神和杀人必须同时进行 他必须这样做 那么很多人都问 所以每一个独裁者都要搞个人崇拜 习近平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般来讲他的个人崇拜都维持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有一种情况 个人崇拜会一下子走到极端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独裁者在前一个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威望 但是出现了很多政策的失败 遇到了很多的危机 权威受到了挑战 在这时候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 巩固自己的权利 他会把个人崇拜搞得非常的过度极端 毛泽东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这个中共的历史上 当然他是一个有功劳的 对共产党来讲 威望也非常非常的高 在他这个大家都在崇拜他 在拥护他的时候 他个人崇拜是在搞 但是没有搞得那么过分 他个人崇拜搞得最过分的时候 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在50年代末的一系列政策的失败 大跃进三年大饥荒 三年大饥荒 不是灾荒 大饥荒 完全是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政策的失败所造成 造成了中国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他在党内的高层受到了挑战 他的权威受到削弱 威望受到削弱 这时候他不服输 他服输也就算了 真正的推举二线也就算了 而毛泽东不服输 当然习近平今天也不服输 他就会用办法 用他一切可能办法来稳固自己的权力 恢复自己的威望 打击他的政敌 当时他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个人崇拜 用个人崇拜的方式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力 打倒了自己的政敌 然后度过了他的政治上的难关 我想习近平也有类似之处 因为习近平在上台的时候 他是处在了一种中共的上层权力碎片化的状态 所谓的九龙治水 已经把上层的权力基本上给肢解了 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尽头 民间的资源已经被压榨到 几乎没有什么油水可以再压了 基本上走到了一个尽头 那时候民间的反抗也非常的激烈 这个权力分散也造成了整个权力的危机 那时候实际上全党对于习近平集权是有需求的 就是说党为了维持他的权力对习近平进行集权是有这种需求 那习近平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求 而他的运气非常好 因为他在真正的当权之前出现了薄熙来事件 他借着薄熙来事件一次性的解决了实力性 就是对他可能能形成挑战的实力性的人物 他上台以后基本上没什么阻力了 然后他又即时地祭出了这个反腐的利器 他知道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在腐败 那我用这个利器可以让每个人老实 我可以清洗我的潜在的对手 建立我自己的队伍来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而他完成得非常好 那一方面在党内集中权力 一方面在民间塑造一个反腐的好形象 可以说在这两点上他都非常成功 因此他在民间和党内都形成了一定的威望 而在今年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在三月份他走得过急了 他有两个过急 一个是三月份他这个取消这个国家主席任期制走得太急 大家都知道他最终是想多做几件的 但是没想到走那么急 那引起很大的反弹 第二个急就是亮剑 向国际社会亮剑亮得太急了 这两急让他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 他当政以后经济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麻烦 当然主要原因不是他 那是权贵资本主义后遗症 权贵资本主义有很多的后遗症 但是给习近平带来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 就是他手中有钱 政府非常非常有钱 他这个时候应该用政府的力量 来改变整个中国增长的模式来更深度的市场化 这样的话能够找到中国持续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他用了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的高速经济发展 给他带来的好处做两件事 大撒币在国际上逞能 宣耀自己的军事力量量件太早 现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集体的反制 造成了空前的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除了六四以后 以后的最严重的一次 这个国际关系上的危机 经济上增长已经出现了衰退 各种危机都在出现 房市、股市、债务 他又政治上的左倾使得他打击民间企业 大踏步的国进民退进行左转 这时候经济出现了一些的危机 但民间的反抗从2015年又开始回升 因为他是2012年当政的 那时候民间对他抱有一定的期望 他反腐也对他有一定的好感 那几年民间的反抗集体性事件减少 但是从2015年以后又开始回升 所以他面临这么多危机 他要重新树立的危险 在7月份他受到的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他处理国际关系 还有中美贸易战的错判 一个政治上的失败 也遭到了一些挑战 他在遭到挑战的时候 他在学习老毛 他说必须用这个个人崇拜的方式 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 为自己度过目前的这种难关 他实际上是一种拿个人崇拜来度过危机 没想到这个危机 我觉得是越来越重 对这个独裁者来说 有两个下场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毛泽东 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最后寿终正寝 这是一个结果 独裁者的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独裁者 我们拿齐奥三十库来做例子 那就是死于非命 在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独裁者 如果这两个例子来看 过有50%的成功的希望 一个你走老毛的路 你成功了 你最后 虽然你嘴巴都不能说话了 你还控制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人敢挑战你 那么还有一个齐奥塞斯库 就是因为一个 在群众集会之中 对于齐奥塞斯库大喊的那个人 就是一个小董 这么一个人物 他一喊 整个的体制就崩溃了 就是这样 所以说 你能不能谈论 习近平在当代造神的运动 究竟面临着哪样一种可能性呢 好 有几个分析和判断 我说第一个 造神和杀人 只要开始了 一般都停不了手 不仅是习近平 对任何人来讲 可能都是这样 除非你甘愿就是让步 如果你是个强势的独裁者 你开始杀人了 你开始造神了 这两件事情都不能停手 一旦停手说明什么呢 示弱了 一示弱它是什么呢 它是给对手的一个信号 动员信号 给民间的一个动员信号 它如果不想让民间造反 不想让对手夺权 它就必须维持着造神和杀人 不能示弱 这就是为什么7月份到现在 它不示弱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已经开了杀戒 它已经开始造神 停不下来 所以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在相当一段时期 习近平造神和杀人都不会停下来 第二个很多人就讨论这个题目说 到底个人崇拜在中国有没有市场 习近平能不能回到毛 第二个结论我认为他回不到毛 有没有市场 有 我不认为很大 我认为老百姓心里都是明白的 官员心里也是明白的 只不过刚才我们分析了 它是一种理性选择 一大环境造成了每个人的选择 对集体的结果不利 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心里不明白 它是这个市场 是心理上的认同的市场是没有的 但是整个理性选择造成了 个人崇拜可以继续下去 这种市场是存在的 但是无论如何它回不到毛 为什么回不到毛呢 如果我们了解共产党的历史的话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是花了二十几年才达到了一种 它可以用个人崇拜 来改变历史进程的这么一个可能 他的个人崇拜什么时候开始搞的呢 大概就在1941年在延安开始 把王明给干下去了 后来的延安整风 到最后七大上的毛泽东思想被提出来 到最后一步步到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建政 到了八大什么七大领袖的出现 到最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上的失败 然后他在老百姓不知情的情况下 开始了他这个残酷的 和刘少奇的残酷的政治斗争 他用的手段就是个人崇拜 一步步的升级到了六十年代 到六十年代中期他才用这个个人崇拜 有效的进行了政治斗争 而且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二十几年可以说是25年的时间 那在这25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还做了几件大事 他真正的成了共产党的领袖 是每个人服从的领袖 第二他赢得了国内战争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政权 这两件大事习近平现在的政绩无法能比 在这种情况下他用了这么多年才能够达到他文革式的那种状态 习近平刚刚几年 习近平一点政绩可以说都没有 所以他想做到像老毛那样回到文革是不可能的 第二点是这个信息 虽然中国政府对信息进行控制 网络封锁什么这个过滤等等这些 但是你想想现在中国已经人手一步手机 你过滤的东西可能只是陈小平这三个字对不对 或者一些敏感的词或谁谁谁的名字不能出现 这些敏感的东西你能把收的信息归过滤了吗 我有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人们不需要通过敏感信息就可以得到正确决论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民不需要知道六四 人民不需要知道西藏状态 人民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海外或有几个反对人物 他也不需要知道陈小平天天在这骂他们 或者批评他们揭露他们 他只要通过正常信息非敏感信息能够读几本比较好的书 能够得到国际上的一些正常的新闻 知道这个川普被挨骂 知道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都是在中国那不是非 都是不敏感信息 不敏感信息只要人民得到了就能得到正确的判断 这个是以前没有提出来的 第一次提出来这个概念 换句话讲就是说你共产党封锁 这个敏感信息没有用的 所以人手一步手机你没办法 而且从技术上它是一个比拼的一个过程 你能封锁我就能反封锁 所以这个信息已经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 像毛泽东时代 我们知道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我问过我们当地的农民 我说当时你们还饿 你们为什么不觉得要造反 或者有造反的念头吗 他说没有 我说为什么没有 他说我们这边饿死人了 我以为只是我们这一个地方的 我们不知道其他地方什么状况 我们以为其他地方好得不得了吗 所以他没有这个信息的沟通 他认为好 其他地方都很好 只有我这个地方差 是我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不敢造反 他造成了一个个体的 非常渺小的那种感觉 个人崇拜 当然他目的就是为了造成个人渺小的那种感觉 不敢反抗 这个信息有了这种 在信息时代刚才那种状态就没有了 他完全知道山东的完全知道湖北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甚至都知道国外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三个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很多人讲中国的奴性骂了半天 这样骂的都不对 这些概念大家都有了 就是民主 自由 人权 普世价值的概念人们都有了 而且从心底里认为那个是正确的 也是中国的发展方向 问题还是刚才我说的 我一定要重视刚才我讲的所谓的理性选择 每个人虽然有这些概念 但是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也选择自己的利益 那个大环境已经被习近平搞得这么糟糕了 他的理性选择本身造成的就是更坏的一个东西 并不是说他的思想意识不对 而是他在维持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在思想领域里边 这个共产党习近平再做努力 不忘初心 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什么都不管用了 他已经是一个弱势 在思想领域里边已经是一个弱势 在这几个条件之下想回到毛是很难的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回到毛是很难的 这个是一个社会经济条件 权贵资本主义发展了接近40年 共产党实际上的真正的统治基础 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 而习近平想彻底的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很难的 会遇到很多的阻力 产生了很多的阻力 不仅仅是因为他政治斗争清洗对手 更多的是因为他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左转 他要改变共产党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抗 这个反抗包括现在的中产阶级以及民营企业家们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什么 因为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家只说一说他们重要 因为他们已经和共产党的政权分享了很多的社会资源 我不需要完全听命你共产党 我就可以生存下去了 甚至我可以生存得很好 这时候你政府对他的洗脑 对他的控制就不太起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害怕的原因 所以他要对民营企业家进行控制 进行剥夺 因为这些人占有的社会资源太大了 要转身来反抗你 还真是给你造成很大的挑战 所以他心里不放心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下 他再搞个人崇拜也不可能回到毛的时代 所以这是我的几个判断 不能回到毛的时代 那么乔塞斯库也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好 是这样 习近平他搞个人崇拜 以及我通俗地讲就是造神和杀人 这个杀人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整肃自己的同志 一个是对民间社会的打压 他造成了越来越刚性的社会结构 政治社会结构 非常刚性 就是胡温时期的灵活性已经没有了 他在党内的政治转缓的空间也没有了 因为你整了这么多人嘛 你现在只有你国王的人马得势 其他人全部被整肃下去了 这种树敌非常非常多 他不敢政治上的转缓空间非常小 一旦有空间可能会出事 民间是同样的 你已经做了民间的公敌 本来你可以不做民间的公敌 你执政六年实际上你 早早死死地把自己做成了人民的公敌 你的转缓空间也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整个政治社会变成了一个比较刚性的 刚性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 非常强硬 你动不动它 但是它非常容易出现裂缝 一旦出现裂缝 可能就会不能愈合 而且会越裂越大 最后会使你整个系统垮掉 刚才我说的那个稳定系统 会慢慢地变成一个非稳定系统 人们在等待 都在等待 共产党的高官们 习近平的同志们在等待他犯错误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什么要等待他犯错误呢? 他一犯错误 他就带来了一个契机 什么契机呢? 反对他的人交流好交流了 比如说房市崩盘了 一个副总理建立一个副总理说 崩盘了吧 这样搞法不行 这个交流就通顺了 就容易形成集体力量 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不敢说呀 没办法形成集体有效的反抗力量 第二 民间反抗的声音会很大 会和党内的反对的声音 有一定的呼应 这时候才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力量 有效的力量 那个裂缝就会公开化 所以大家在等待他犯错误 需要议题 需要集结 所以他会变得非常刚性 而且一旦出现这个状况 习近平的权力 个人权力就会崩盘 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崩盘 会不会带来中共政权的崩盘 这个还有待观察和分析 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 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危机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知道所有的个人崇拜搞到一定的时候 表面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一个慢慢的 人们不察觉的情况下 从一个稳定系统变成了一个非稳定系统 也许再过两年又一个董瑶琼 或者某一个什么事件 一出现一泼墨 或者那个人在哪个地方一喊叫 或者哪一个共产党的高官像当年的林雕 能够做点非常规的事情 那可能这个系统的非稳定性 就一下子表现出来了 你刚才讲齐奥塞斯库 齐奥塞斯库被这个枪杀之前的一个月 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是全票通过的总书记 所以实际上在人们不察觉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系统 所以这也就是习近平的一个结局 我认为他不可能寿终正寝 意思就不是说他马上就暴死 我不咒任何人暴死 包括习近平 我觉得他 我说不能寿终正寝的意思 就是他政治上不能寿终正寝 就是如果他按照这方式 继续下去的时候 他没办法处理 他面临的政治社会经济外交上的危机 一旦出现某一个问题 可能他这个就会崩盘 他个人的这个权利就会失去 至于他自己个人的命运 失去权利以后个人命运 应该是非常悲惨的 那这个我先不去预测 我只对整个政治这个系统感兴趣 好 谢谢杨建立博士 今天给我们谈个人崇拜四个字 杨建立先生 大概意思是这样 就是习近平先生现在的这个自我造神运动 是他的一种个人的理性选择 这个理性选择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概念 他解释了理性选择的含义 就是习近平有一个目标 习近平经过精心的计算 最后决定自己的政策取向 是这么一个叫理性选择 那么在这样一个理性选择之下呢 造成了这个中国现在的集体疯狂 就是看到的这种集体个人崇拜的身份 他认为这是一种个人理性选择带动的集体的疯狂 那么这个习近平先生现在这个选择呢 他会他依靠的是一种 他用了两个字 就是一个是杀人 一个是崇拜 这两个要提头并举 那么这个容易呢 把这个 一个是造神 一个是杀人 一个是造神 一个是杀人 对 他要通过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他用于把这个社会带着干性的一个结构 那么干性的一个结构呢 就面临两个选择 一个是毛泽东选择 一个是齐奥塞斯库的选择 杨洁丽先生认为习是不可能回到毛泽东的那种个人崇拜状态之中 那么更多的可能性是滑向齐奥塞斯库的这个方向 但是他他没有说这个习近平先生在政治上能够暴 能够暴毙 他只说习近平如果一旦一到这种干性危机的话呢 他会面临个人权力的极大危机啊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杨先生今天解读的大概意思啊 还有补充吗 最后一点补充 刚才讲了任何一个独裁者只要他开始造神 开始杀人 他都停不下来 但是一旦被阻止了 那就是一个整个政治发生变化的最大契机 你想斯大林是这样 当时的华国锋也是搞了个小个人崇拜 一旦被制止了 然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期 改革开放的时期至少要比文革时期要好很多 不管大家怎么去评论 我自己个人这样认为 那么习近平也是这样 当他的造神和杀人被制止了 被阻止了 出现问题了 无论是他自己愿意停止 还是被迫停止 都会马上紧接着就是一个政治社会上的大变动 你们是不是在前面 无忧就听说 由你老阮的目标 叫这种子们是在武功之上加拿不决定 速度再非常高分之后 用筺盾定 缺辑 了解采用了再看一下